很多人看了这个在寒冬里蹦跋取暖的视频说我火了 我是第一次来到温州海拔最高的公安检查站 这里的同事们每天三班岛执行 一班要八个小时 长期坚守在这儿是因为这个卡点下方的山路 是13.6公里的长下坡路段 很容易发生事故 在温州零下四摄氏度不多见 真的很冷 虽然条件恶劣艰苦 但同事们心里火热 这个视频备受关注 我想这是大家对一线工作者的认可 而你们的认可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风雨变化无常 不变的是一线守护者的决心和坚持 也感谢大家支持交警工作 支持所有一线工作人员 大家好我是紫妍 我在温州最高海拔的公安检查站 带你了解山区交警的知情日常 走起 听话 我们刚刚是跟司机在说些什么呢 这边是13.6公里的韩上坡 如果它水箱不满的话 开下去之后它的发射不会过热的 所以我们提醒它要加水把水箱满 所以做一个温馨提示是吗 对 来给大家看一下 寒朝前来打卡气温全面下降 现在已经是零下四摄氏度了 在这种林牙迎风路段容易发生 雨雪冰冻的情况 我们来问一下警官 我们温州公安交警做了哪些工作呢 对 一结冰的路段进行增设安全指示台 黑群落的过程中发现 如果是面结冰 我们会 预言 撒在冰面上进行浮冰 第一次来这里 长下坡 注意安全 现在是晚上的11点47分 零下四摄氏度 我们站在温州海拔最高的公安检查站直前 实际上是太冷了 太冷了 太冷了 那你再搭把手 拿人去淘宝去 走走走 现在我们要生活提暖 嗯